Hello大家好,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来分享一下Convue UI从安装到使用的一个流程 主要分为三个步骤 第一步是安装软件 第二步是安装模型 第三步的话是配置工作流 首先第一步安装软件 安装软件的话 我推荐的有两种方式 一个是使用官方的安装包 在Convue UI的GitHub页面里 这些地址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 然后往下拉 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Installing Convue UI 点击进去 这里有一个Direct Link to Download 直接可以下载这个安装包 下载完成之后解压到你本地 然后根据你的电脑情况 如果你有英伟达的这个显卡的话 双击这个RUN NVIDIA GPU.BUT这个脚本 如果没有的话就使用上面这个RUN CPU的这个脚本 就可以打开进入到Convue UI的界面了 然后另外一种方式就是使用 球眼Archie提供的这个Convue UI整合包 这也是我比较推荐的一个方式 然后它的网盘地址我也放在视频下方 下载的话只需要下载这一个 这个.7Z的这个压缩包 3.8G的 下载之后 也是解压到本地 然后呢 双击这个会是启动器 就可以打开了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Web UI的视频的话 这就和Web UI的那个整合包 界面是差不多的 然后那里有一个一键启动 我这个已经启动了 所以显示运行中 启动之后的画面就是这样子的 中间的话就是各个节点 然后这个我为什么推荐这个整合包呢 因为它这个整合包相当于是在官方的基础上 做了一些拓展 它整合了一些比较常用的插件和工具 所以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使用起来更方便 而且可以看到它这里 这个整合包这个工具里面 它提供了一些功能啊 包括这个版本管理 这里面可以管理 内核和扩展的版本 你像内核只要官方那边有更新的话 你在这里也可以看到 你可以及时的切换到最新版 你看这些都是官方的提交信息 你包括扩展 这里也可以在这里管理 你可以更新你的扩展的版本 这里可以直接搜索安装新的扩展 好第一步就完成了 下面就是第二步安装模型 安装模型 如果你看过我之前视频的话 应该有所了解 如果没看过的话也没关系 我们可以进入到这个网站 这个是C站 是一个模型社区网站 我们可以在这里挑选 我们想我们喜欢的模型 我们可以切换到这个models 在这里可以下载你喜欢的模型 你可以看到这个模型的效果图 如果你喜欢的话可以点击这个download 会下载就可以下载这个模型了 你像这个卖剧写实的这个模型 下载下来就是这样的 一个点save tensor是结尾的 这么这样一个文件 这个我们需要把它 这个都是属于checkpoint的类型的 这个大模型 我们需要把它放到 这个models 这个models checkpoints 放到这个里面 这是官方版本的 Cover UI 你放到这个目录下面 如果你用的是 球业提供的整合包的话 也是在这个models 都是一样 目录是一样的 可以放到这个下面 然后这里要注意的一点是 如果你之前已经使用过web UI 并且在web UI里面下载了一些模型的话 你是不需要重复下载的 我们可以配置一下 让这个convue UI去使用 你之前web UI里的那些模型 你包括如果你 你既下了这个官方版本的convue UI 也下了这个球业的整合包 你也不需要把这个模型 在两个包里都复制一份 它也是可以配置的 然后配置文件的地址 都是一样的 都在根目录下 根目录下可以找到一个这个 extramodelpath.yaml.example的这个文件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文件来配置 你这个convue UI使用 其他路径下的模型 如果你要使用这个功能的话 你需要先把这个.example 这个结尾去掉 就变成一个这个.yaml结尾的这个文件 然后再去编辑 右键用记事本打开 你会看到这个A111 这个就是web UI 就你的web UI 这个base path 你可以填你这个web UI的这个根目录地址 然后下面checkpoints 你可以配置这个对应的地址 然后你注意一下这个警号啊 这个警号是注释的意思 只要前面带这个警号的话 就是这行是不实行的 这行都是注释 你需要使用的话 你需要把前面的警号删掉 这样你这个convue UI使用的时候 它会去 你比如他使用这个大模型的时候 它会去这个e盘 你像我这个我这里的话 它就会去这个路径的 它会把这两个路径拼起来 它会使用这个路径下的这个大模型 然后像我这里的话 我是 在这个秋叶整合包里配置了一下 让它去共享我web UI里的这些模型 然后呢 在官方的这个convue UI安装包里 你看我配置了这个convue UI 就是说 它会使用这个秋叶整合包的这个路径 用一下的一些模型 好 这第二步 第二步就完成了 第二步完成以后 就到了这个配置工作流 其实对于我们新手来说 可能更多的是复制别人的工作流 自己配置的话 上手难度会比较高一点 需要有一个学习的过程 我们可以先使用别人的工作流 你对整个这个生成流程 有了一个大致的概念以后 你慢慢的熟悉了 你后面的话就可以自己配了 配置工作流的话 有一个 这里有一个网站嘛 分享 上面有一些基础的工作流 你们可以看一下 这里有图身图的 这个impacting 都是一些基础的工作流 我们看这个使用也很简单 你比如说这个图身图的 我们只需要把这张图片拖到 一个VI界面里 你看它就会自动加载 你这个工作流 然后我们看到 它这里还推荐了一些第三方的这个 工作流网站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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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就是 这个confuse UI本身呢 你在这个工作流这里 它有一个 实力模板 本身它也提供了一些工作流 比如说这个 点击一下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 这个图片生成的工作流 当然你要选一下 你像这里 这个point 你要这里要选择 你安装过的这些模型 比如说我选择一些 这个卖局写实的这个 这个上面就是正向的提示词 下面是反向提示词 然后这边宽高 这边部数 cfg 采样器 这些就和那个webui里面配置差不多了 然后你如果想执行的话 就点击这个执行队列 你可以看到 它当前执行的布置外面 就会有一个绿色的框 然后一开始加载 第一次加载这个模型的时候 需要的时间比较长 因为它这个模型 应该是加载在电脑内存里的 后面再使用的时候 就不需要再加载了 就可以直接执行后面的步折 后面就比较快 可以看到这个就是生成的图片 好了 关于 Convue UI的安装和基本的使用 就分享到这里 后面我还会出一些 Convue UI的使用视频 欢迎点赞 还有订阅我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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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我的频道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